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现在是美西时间10月22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追击 我是Jennifer 中华民国国防部表示 美国两艘军舰10月22日 自俄卵比海域由南向北航进台湾海峡 中华民国国防部22日晚间表示 有关媒体报道 美舰与台湾周边自由航行的动态 此次美国两艘军舰于22日 俄卵比海域由南向北进台湾海峡 中华民国国防部指出 这次美舰是例行性通过台湾海峡国际水域 相关细节由美国政府对外说明 国防部强调 美舰航进台湾海峡海域期间 国军依按照规定全程掌握与应对 有能力维护海江 领空 安全 及确保区域和平 稳定 请国人放心 对于这一事件 总统府发言人黄中燕说 台湾一向重视台海及区域和平稳定 身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 台湾将持续致力于维持两岸现状 确保亚太地区和平稳定 繁荣及发展 总统府乐见各种有助于区域安全稳定的努力 路透社20日引述美国官员的话报道 美方考虑再次派舰通过台海 美军的任务是为确保台海这一战略水道能自由航行 以此向中国表明 美国有权通过包括台湾海峡在内的任何国际水域 但会加剧与中国关系紧张的风险 华尔街日报20日报道 美方考虑即7月后再次派舰通过台湾海峡 两名未居民的官员说 这次任务持续多天 至少包含两艘军舰 目的是向中国展现美军有权航经台湾及任何国际水域 报道说 美国军舰艇通过台湾海峡 将被台湾视为美方展现对台支持的信号 7月7日 美国海军有两艘驱逐舰DDG-89 DDG-65已在台湾海峡的国际水域执行过类似任务 国防部当天晚上主动公布美军两艘驱逐舰由台湾南部海域航经台湾海峡 中美两国最近可以说是剑拔弩张 尽管北京不愿承认 但中国的军事实力与膨胀与美国竭力的军事遏制已产生激烈的碰撞 以至两国军方高层不得不超时会谈以达成暂时的降温 中国国防部长威凤和于当地时间10月18日 在新加坡与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举行会谈 在招出预定时间30分钟的会谈中 威凤和再次向美国传递北京方面的强硬信号 即不会放弃南海和台湾 中国军队会继续坚定不移维护主权 安全 马蒂斯则以一种外交辞令的口吻 坦率而坦诚 向威凤和表达加强两军关系的愿望 这场看似是灭火行动 因为中美军队在南海 台海的碰撞 已成剑拔弩张之势 10月15日 一艘隶属美国的科研船 汤普森号进入台湾高雄港停泊 应该船属于美国海军船只 因而此事迅速引起中国大陆舆论关注 尽管汤普森号台湾之行并无军事色彩 使用者为美国高校 曾四次停泊高雄商港 台军高层否认有联系 但舆论借此抛出美国试探中国大陆的论调 仍是甚嚣沉上 10月16日 美军两架B-52H轰炸机再度例行巡航南海 美国官员称 该国不打算改变自由航行的政策 否认会被视为对中国海军拦截 迪凯特号驱逐舰行为的鼓励 B-52H轰炸机进来已成中国南海东海的常客 这种能携带核导弹的服役 超50年的战略轰炸机曾一度逼近广东近海 对中国已构成十足威胁 16日当天 中国外交部强硬回应了美国北京军事化南海的指责 称这是到达一趴 9月30日 美军迪凯特号驶入南海岛礁12海里内海域 遭中国海军蓝州舰逼迫转向 彼时舆论多指美舰落下风 在中国方面 北京时间10月20日 中国自研的首款大型水陆两栖飞机昆龙AG600成功首飞 予以服役的运20重型运输机仍在测试的C919大型客机 并称中国大飞机三尖客 AG600海上所搜救援航程超4000公里 北京官方称 它是国家应急救援体系建设急需的重大装备 舆论多突出AG600军事层面的意义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称 这种大型水陆两栖飞机能够弥补中云海海域的搜救和保障体系的不健全 可实现对南海更远的中沙群岛 南沙群岛以及公海等区域的救助 外媒报道 AG600将助力中国更好的更快地控制南海 此外也将加快中国海军走向更深远的大洋 虽然早在言之之处 便有声音认为中国没有必要研发这种鸡肋的水上飞机 但AG600在首飞之日获得来自中南海的支持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在20日之后 水上飞机获得重大突破 中国研制的第二款隐身战机歼31也传来可能的消息 10月9日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沈阳飞机研究所沈飞 多位高层赋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贵阳发动机研究所 贵发所调研某型发动机 观察家称 贵发所和贵州黎阳航空发动机公司 正在研发中国新一代中等推力先进发动机 可能用于沈飞正在论证的新型第四代战机的动力系统 虽然歼31在中国舆论中遭遇一波又一波的抹黑 但分析指 由于歼20隐身战机价格太高 因此需要一种相对廉价且隐身性能较佳的便于批量生产的轻型隐身战机 可以说歼31有望在焕发后获得中国官方高层的青睐 此前曾获习近平视察的歼31已有两架原型机 尽管两机有诸多细节不同 但均使用性能不尽人一的俄制2D3393发动机 当地时间10月16日 印度方面称 一艘中国海军的原级常规潜艇和926型潜艇支援舰海洋3号 在10月初进入印度洋 据称 这是中国海军自2013年以来第八次向印度洋派遣潜艇 最新的一次是在2017年6月 同样是原级潜艇和926型支援舰 执行期为期5个月的反海道巡逻任务 针对印度的担忧 中国海军一位军官曾回答印媒的问题 反问为什么潜艇不能执行反海道任务 潜艇也可以执行反海道任务 和其他舰艇一样 中国国营电视台曾公开过 该国海军一艘091型攻击和潜艇巡航亚丁湾画面 另外 中国军方杂志还发布多张据称是093B 攻击和潜艇巡航印度洋的高清兆 以上就是今天万维追击的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Jennifer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